那么咱们现在目的已经说完了 咱们该怎么样去做呢 这里我都标上几个小序号吧 第一步就是说咱们是不是说 现在要训练一个模型 然后这个模型它有一个检测的效果 那么在训练模型的时候 咱们一定要先考虑这样一个事 什么事呢 这个东西很重要 也就是咱们的数据 那么咱们现在来想一想 既然来说咱们要训练一个人点检测的模型 那咱们需要什么样的数据 咱们来想这样一个问题 是不是说我这个模型 相当于它是做了一个分类的任务 它能够分辨出来哪些是人点 哪些不是人点 我们看上面这个图 它是不是说把人点的地方给它框出来吧 然后没有人点的地方 它没有进行框吧 它没有框错吧 所以说咱们需要让这个模型知道 什么样是人点 什么样不是人点 那么这个模型 它怎么能够去知道这个事呢 其实让它去知道并不难 只需要让咱们的数据 给它一批数据 让它去学习就可以了 那么这批数据 其实还是有说法的 数据是一个二分类的数据 把这个加粗换掉 数据它是一个二分类的数据 其中第一类就是咱们的人点 第一类是人点 那么第二类就是一个非人点 人点的意思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咱们的数据当中呢 会给出来一个人 那么这个人呢 它是有一些坐标的 比方说它人点在什么样的位置 那么比如说人点数据 为大家写下它是什么样子的 人点数据啊 它就是一个 一开始是一个什么什么 XXX.jpg 前面是它的一个路径 我写吧 路径-XXX.jpg 然后呢 后面它会给出来一个坐标 比方说咱们人点来说啊 它是有四个角的吧 比方说左上角或者是右下角 那么这四个坐标 比方说左上角啊 它的坐标是60 然后80 把动号这个去掉一下 这是它的一个坐标 6080 这是左上角 然后右下角呢 它可能是一个280 然后一个320 这些啊 都是我随便写的 也就是说呢 咱们人点数据啊 通常是这样一个格式的 一开始啊 是告诉了 咱们这个人点数据 是一个什么样的图像 然后呢 后面它会有几个值 那么这几个值啊 就代表着 这个人点 它左上角的坐标 或者是右下角的坐标 那么其实呢 关于这些标注啊 有很多种的标注方法 也不一定啊 分别是左上角和右下角 也可能呢 一开始给你个左上角坐标 然后告诉你这个人点啊 它的H 就是它的一个长度和宽度 分别是多少 它不给右下角 给个长度和宽度 其实啊 也是可以的 那么这个啊 就是人点数据 那么非人点数据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非人点数据啊 它是长什么样子呢 可以说人点数据 咱们很容易拿到手 那么什么是非人点啊 好像来说 咱们的一个非人点就是 除了人点的 都是非人点吧 在这里呢 一个人点框 是这样框出来的 那我随便的框一些 其他地方 或者说随便的一些 其他东西 只要不是人点 是不是都是可以的 那么对于 非人点数据来说 就是只要 不是人点 它都是可以的 那么这里啊 咱们就先来看一下 人点数据和 非人点数据啊 都是长什么样的 在说它长什么样之前 我还需要给大家 说另外一个东西 咱们数据的获取啊 数据的获取 这个东西啊 也是很重要的 咱们来想一想 就是说一份数据啊 咱们要做一个模型 这个数据从哪来呢 可以说啊 这个数据的来源 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么这里啊 给大家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第一个非常 常见的一个数据获取 就是说 有一些东西啊 叫做Benchmark 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啊 比方说 我给大家写一个 Face Detection 这就是人点检测吧 我再写一个Benchmark BNCHMRK 我们看啊 对于一个 Face Detection的 一个Benchmark是什么呢 咱们打开 进去来看一下 我这里随便打开几个吧 那么其实啊 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Benchmark呢 里边啊 它有一些news 还有一些 我们看啊 它这里边 还有一些download的 或者是一些 它的一些提交啊 之类的 那么其实来说呢 这个Benchmark 相当于什么 它就相当于 是一个行业的基准 或者说 咱们可以把它 当成是一个数据库 我也在一起写下 一 Benchmark 我们可以啊 这里咱们就是说 并不是说 大家非要做人能检测的时候 去搜这个Benchmark 当大家在做任何一件事 比方说 你在做一个关键点的回归啊 或者说是 做行人检测呀 做物体识别啊 等等 你做很多东西的时候啊 都可以用到 这个Benchmark 这个Benchmark呢 就相当于是一个 行业的基准 那么其实啊 它也是一个数据库 那么在这里呢 它又包含了 很多的论文 然后呢 还有很多论文的一些代码啊 原码 不能叫代码 就是很多论文实现的原码 还包括了一些结果 就是 当前啊 比方说 这个论文 它不是发表了一些算法吗 然后这些算法 在当前的这个Benchmark 就是说 在当前的这些数据集上 它的一个表达的效果 是什么样的 咱们把它呀 叫做一个结果 其实呢 这个Benchmark 有很多 咱们可以借鉴的东西 比方说 对于一个Benchmark里边 它都会有一些 数据集的下载 咱们在这里呢 可以把这个 当前的这个Benchmark 或者说这个数据库啊 给它download下来 这里边就包含了 很多的数据集 我们看 它是一个face detection的 一个dataset吧 还有一个Benchmark 在这里呢 我们不光可以download 它的一些数据集 还可以看它的一些results 就是说我们看这里有一些论文吧 有一些比较新 有一些比较老的 有16年的 也有10年的 那么对于这些论文来说呢 它都会一般啊 就是说 对于这个Benchmark 它收录论文啊 很多都是提供这个圆码的 咱们也可以把人间圆码 下载下来 咱们自己来玩一玩 这个就是一个Benchmark的作用 那么其实呢 不光它是有一个 人员检测 它有Benchmark 那么对于其他的一些论文啊 比方说 咱们要做一个关键点的检测 关键点回归啊 任何的东西啊 基本上都会有一个Benchmark 只要你说这个东西啊 还是比较大众的 它都会有一个Benchmark 咱们来看啊 这就是另外一个Benchmark 在这个Benchmark里啊 它也可以 我们先看一下overview吧 它的overview啊 就是说 咱们在这里呢 要做一个关键点回归 就是一个人嘛 人身上有很多的关节 这些关节 我要给它检测到 那么在这里呢 首先它有overview 还有一个download 在download里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数据 给它下进来 既有咱们的数据 又有它的标注 这个 第二个 这个12.5兆的 它就是指的 咱们数据的一个标注 后面呢 还有一个result 咱们可以看啊 这个result里啊 它就包括了很多的论文 这些论文啊 有17年的吧 这些论文呢 它的一个表现效果 比方说 在这些关节点上 所有的准确率 是等于多少的 那么对于这些论文呢 咱们也可以给它打开 比方说 我随便打开几个论文吧 这些论文打开之后啊 通常它都会有一个简介 以及呢 一个原始论文 后面呢 可能还会涉及到 一个原码 我们看 哎 我们看这里 就有一个原码吧 有paper 有原码 那么可以说啊 这个benchmark 帮咱们做了这样一个事 它帮咱们啊 收集好了这个数据源 以及呢 一些非常优秀的算法 还有啊 这些优秀算法的代码 以及呢 它们一个最终效果的评估 也就是可以说啊 这个benchmark 相当于啊 帮咱们一战式的 解决了很多问题 那么这里啊 也是非常推厌大家 当咱们想进行一个数据 获取的时候啊 首先咱们考虑的 第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benchmark 在这个benchmark里边啊 咱们可以找到 很多有价值的数据 还有信息的 那么第二步呢 不光有这个benchmark啊 咱们还可以找一些 优秀的论文 这些优秀论文 哪找呢 一般情况下 benchmark里会有一些 另一方面呢 咱们也可以 去百度搜一搜 然后或者是谷歌啊 搜一搜 看一些引用量比较高的啊 或者是一些 比较经典的作品 在这些论文里边啊 通常它的一个 实验阶段啊 都会去介绍一下 都会去介绍 它就是介绍 它所使用的数据集是什么 它所使用的数据集 在这里呢 咱们也参考一下 比方说啊 这些优秀论文 它都使用了 什么样的数据集 那么通常啊 一篇论文 能被发表的很好 通常啊 它都是使用一些 公开的数据集 咱们呢 也可以把这些 公开的数据集啊 给它下载下来 公开的数据集 可以都是下载下来的 只不过说呢 有的一些数据集啊 下载比较麻烦 可能啊 它这些数据集 都会让你 签一些 非商业用途的手段 就是说 这些数据集啊 你只能去给我啊 去做实验用 那么不可以当做 一颗商业用途 可能啊 还要你去给它 寄一封邮件 然后去盖一个招 那么通常啊 咱们在申请数据集的时候啊 申请数据集的时候 咱们最好啊 是用学校的邮箱 最好是用学校的邮箱 因为呢 这些数据集啊 它会先这么看 如果说你不是一个 学校邮箱 就是什么什么啊 at一个学校 .edu.com.cn 如果你不是一个 .edu结尾的 通常情况下 它是不给你发 这个数据集的 这个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 咱们通常啊 申请一些学术交流啊 或者是数据集啊 或者是 申请或者是问一些问题啊 咱们最好都是用学校邮箱 这样呢 这样呢 人家会比较愿意来回答咱们的问题的 好 第三点呢 就是一些论坛 或者是 论坛或者是什么呢 就是一些论坛吧 或者是交流社区吧 在这里呢 有很多呀 大牛已经下载好的数据 比方说 对于一个 对于一个人脸来说 有一个论坛啊 叫做thinkface 大家也可以自己百度一下 对于这些论坛啊 和交流的社区里边 很多前人啊 已经是帮咱们做好了这些事 咱们可以呢 在这些论坛啊 或者是社区里边 咱们就可以找到 这些数据集 已经帮咱们打包下载好了 而且呢 有些情况下 也是帮咱们放到了这个网盘里 咱们可以很容易啊 就把这个数据给它拿到手 那么这块呢 谢谢大家讲了讲 关于啊 这个数据获取的问题 通常情况下呢 咱们要的数据有多大呢 数据的规模 数据的规模啊 咱们一般情况下 是希望越大 越好 越多越好 最少来说啊 咱们也得有个2万比吧 对于一个数据来说 比方说 咱们今天的数据 大概就是2万多 大概接近3万吧 2万到2万多 对于一个二分类数据来说 那么现在呢 咱们今天的数据 我写下吧 今天的数据量 我一会准备好的 是2万多个吧 然后其中呢 1万多个正样本 还有1万多个啊 是一个负样本的 咱们一会呢 就要拿这个2万多样本 来进行一个分类的任务